你们相信吗 发售了快一年的华为Mate 60 Pro 现在依旧是保质网 就算全新华为P70发布了 价格都文思不懂 你们有见过哪款电子产品 尤其是手机 发布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拿新机现货还要加价了吗 没错 就是华为的Mate 60 Pro 就目前来说 二手保质新机加价 先拿二手来说 官网报价6999的12加512G 在二手市场拿货 橙色稍微好点的都不会低于6000 这可是单机报价 再拿新机来说 如果你想拿现货 远望报价给你们看 分颜色加价400到700之间 有兄弟会问 P70都发布了 60系列应该降价才对 可是事与愿违 先降价的并不是60 而是苹果的二手机 受华为新款影响 苹果二手机接连跳水 就比如阿伟手上拿的这台 无所配置 全新苹果14 128G 搭载A15处理器 配合双卡双待 全光通5G的机器 阿伟拿回价格3100 苹果12 Pro旗舰系列 2000多预算 可以说是目前性价比 很高的机器了 橙色变化没有太多使用痕迹 无所全光通 并且还都是512G大内存 系统操作流畅 用几年都不成问题 阿伟拿回价格2550 苹果13无所256G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款机型 橙色外观没有掉机 属于亮机橙色 同样搭载A15处理器 6.1寸OLED屏幕 显示细腻 阿伟拿回价格2850 无所全光通的苹果13 Pro Max 是每次拿货都绕不开的机型 6.7寸高刷新率大屏 使用体验相当好 搭配250亿机内存 是4000档价格的普二选择 阿伟拿回价格4200 灵动脑系列 14 Pro和14 Pro Max 顶配1TB 这两台机器是同一位粉丝 找阿伟拿的机器 同样都是亮机橙色 屏幕也都是非常完美 阿伟拿回价格分别是5400和6100 对于目前平衡二手机的价格 兄弟们有对哪些机型感兴趣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写出来 阿伟会一一回复